法國道達爾能源集團 二十六號召開年度大會 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環保團體 聚集在會場外 組成了人肉圍牆和鎮暴警察 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警方是動用了催淚瓦斯和辣椒水 旅會的股東也在重重的警力 介護下才得以進入會場 在道達爾能源集團年度大會會場外 大批支持減碳的示威者推開巨馬 試圖衝破封鎖線 鎮暴警察隨即上前阻止 並且噴灑辣椒水 抗議人士紛紛走避 現場亂成一團 警方也開始追捕示威群眾 還有人被壓倒在地 道達爾能源集團二十六號 登場的年度大會 計畫針對氣候人士股東的 減碳提案進行表決 這項提案要求道達爾必須在二零三零年 採取較為嚴厲的減碳對策 道達爾董事會並不支持 積極遊說股東改投公司 內部的氣候提案 示威團體提前部署 群聚在會場外舉行進座示威 與會股東也在重重緊力下入場 道達爾在二零二二年營收超過一百九十億歐元 約合六千兩百億台幣 能源開採計畫的數量也是歷年來之罪 減碳措施則遭到氣候團體的詬病 道達爾總裁在會議上含為內部的氣候提案 指出二零二二年在替代能源的投資金額超過四十億美元 今年還將加碼十億 他也表示股東的氣候提案將會緊縮公司的營收 影響股東的權益 稍早英國石油以及殼牌等石油公司召開會議時 也發生類似的抗議活動 氣候人士採取激烈的行動 希望引起更多的注意 促使能源公司正式暖化的問題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